谁知道因为夜暴的关系 母亲一张开嘴巴就会打出火焰 将食物化作黑炭 根本就没办法下咽 谈心人陪你谈心事 我是谈心人张凯勋 今天要陪你谈的心事是 中元节与于兰盆节大有关联 农历七月即将到来 也就是民间信仰中所说的鬼月 所谓七月鬼门开 地狱受苦的孤魂野鬼都会被放出来 大家选择在农历七月十五 中元节这一天祭拜好兄弟 那同时呢 这一天也是佛教报恩月中的于兰盆节 那到底佛教的于兰盆节 跟民间信仰中的中元节 它们有什么关联呢 今天谈心事就是要从鬼月习俗来认识 于兰盆节 很多人听到农历七月就会心慌慌 感觉啊 什么妖魔鬼怪都会跑出来 不能去玩水啊 开车要小心 总之呢 它就是一个充满禁忌的神秘月份 但是呢 在佛教中哦 我们竟然称这个月为报恩月 究竟是什么恩呢 那报的又是谁的恩 别急 让我慢慢来说 首先呢 要从佛陀时代的印度说起 每逢夏天雨季来临的时候 路上呢 就会有非常多的蛇蚁蚊虫 因此呢 佛陀规定 所有的僧众不能外出脱波 而是待在经社 专心收持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节夏安居 在经过三个月 在修行结束的那一天 弟子们会将修行的体悟 向佛陀报告 那佛陀看见弟子修行有成 也会感到非常的欢喜 因此呢 也称作为佛欢喜日 相传 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 穆建连尊者 他用神通看到过世的母亲 投身于二轨道 他不忍心母亲受到饥饿之苦 于是呢 用神通变化食物给母亲吃 谁知道 因为夜报的关系 母亲一张开嘴巴就会吐出火焰 将食物化作黑炭 根本就没办法下咽 孝顺的尊者 请佛陀传授解救母亲的方法 佛陀教导他在七月十五 佛欢喜日这一天 用清净的食物供养分众 以他们持戒精进的功德 回向给母亲 就可以将母亲从恶鬼道中解救出来 余兰盆是梵文的音译 意义做解道玄 意思是解救死者 受到如道调玄挂般的痛苦 因此呢 佛教会在七月十五这一天 起见余兰盆法会 以供佛摘僧之力 救度恶鬼道的众生 中元节的样貌呢 是经过时代不停演变而成的 根据实际记载 中元节呢 最初是农民在夏季快结束的时候 感谢大帝的节日 并且呢 以朱体、酒来祭祀填神 祈求五谷丰收 当道教创立的时候呢 农历七月十五 同时也是道教中三观大帝之一 地观大帝的诞辰 那我们前面提到 将好兄弟从鬼门中放出来的呢 就是地观大帝 这一天 人们会普渡祭祀 齐寝为亡灵赦罪 那后期呢 结合佛教牧连旧母的故事 结合华人文化 孝亲报恩的概念 发展成中元节 普渡恶鬼的法会 现在的中元节呢 已经演变成两种 宗教思想融合的节日哦 农历七月在佛教中 是广行孝道的报恩月 那建议大家呢 记着这个月 参与共佛摘僧 报恩孝亲法会 为家人 特别是父母祖先 祈福回上 当然啦 平时在生活中呢 就能好好关心父母长辈 海涛法师特别教导我们 一个报父母恩咒 今年农历七月 让我们大家一起持送共修 请点开下方连结 收看师傅为我们讲解这个咒语哦 我们是谈心事 与你分享生活中的大小心事 欢迎在底下留言 你对于于兰盆结故事的看法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